WOW 夏天的腳步又來囉 又是出國玩海島的季節 長灘島 巴黎島 帛琉 大家都聽過 這次艾文科要去的是 可是沒有旅遊處 介紹的夢境島 厲害吧 它擁有彷彿夢境般的美景 這個夢境島嶼 就是西太平洋那秘密花園 北馬里亞那全島 什麼沒聽過 今天跟著艾文科就對了 我們首站要去的是一個 沒有開發的處女地 天明島 要去那裡還必須從賽班島 轉小飛機才能夠到達唷 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從賽班島 到天明島了 那目前來講的話 它只能搭那種小飛機 很特別 非常特別 而且它的登機證 很特別 是不是很特別 虎熊一直說不特別 我剛剛說我要跟它拍照 很簡單 這非常特別 對 而且這個飛機很可愛 聽說等一下坐這小飛機 可以飽覽底下那個島嶼的風光 好期待 對啊 而且常常就是我們在那種 譬如說馬爾地之吧 或一些島嶼的國家 才看得到的飛機 是啊 我們這輩子還沒搭過 這麼小的飛機 你有搭過嗎 沒有 我搭過 我搭過 這裡像玩具飛機 確定能飛嗎 對啊 感覺 感覺很像玩具飛機 飛機 而且我們這個人 要先去趁它的重量 對 不能操縱 不能操縱 哪個位只有這麼小 對啊 跟汽車很像 好誇張 真的有點小到 真的有點誇張的小 這確定能飛嗎 上面應該會完顛的吧 而且你看 因為這儀表板那些都在試鑑 別怕 應該安全啦 從賽班到天陵島的航班 每次一小時一班 來回機票約台幣3000塊 就能飛到天陵島度假囉 聽說那裡因為沒有什麼人為的開發 夢幻指數百分百 好擠喔 我這裡 這個胖的人是不是不能坐啊 這寫暗扭到也... 好想按按看喔 OK 在這裡 好好喔 你不要亂按喔 你千萬不要亂按東西喔 真的是你不懂的 好開心喔 不要關門了 不要關門了 不要關門 都可以 觀眾 不要關 天啊 小心 都沒關耶 好恐怖喔 好恐怖 那門都壞了 一直吹我等一下 誰變一個轉彎 我就跳下去了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早說嘛 想說那個人就要哭耶 又是做夢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在哭 對啊 一輩子可能就是做 最初的位置的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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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拍我啊 沒有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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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高的 我都怕了 好諧潔喔 你看 為什麼不 不會啊 好漂亮喔 好恐怖喔 不怕啦 美景啊 是屬於大膽的人 別光顧著害怕 趕快把握時間 看看天陵島的美景吧 觀眾朋友 這難到不行 又好有層次的海水 可以直接看到 海水底下的珊瑚礁岩 就好像章魚觸角一樣 向外延伸 又好像是海中綠寶石 真的是美呆啦 她今天要降落了 跑掉 她跑掉 各位觀眾 我們來到夢境島嶼中的 秘密花園 天陵島 這座島比一半台北市還要小 人口只有3000人而已 很多時候走在島上 你都碰不到人 可以享受獨佔整個藍天 整片海洋的感覺 我算是魚 海洋課 我跟你講 你跳下去的時候 你要旋轉 旋轉 跳躍 跳出去都是那間旋轉 或閉上雙眼 對 準備囉 3 2 1 好棒 你開心嗎 跳 好爽 是不是 好爽 很爽嗎 我這次要旋轉 剛剛實在跳太重了 旋轉漂亮 1 2 3 好爽 好爽 好厲害喔 有 有美嗎 有 OK 我跟五熊要不要來試看看 森嶼你會按字上真的 好可怕 我說五熊啊 你不會游泳 還是不要輕易嘗試啦 請珍惜生命 好嗎 好爽 好爽 帥呆美呆啦 不過我們不是來這裡跳水的 來到這裡當然就是要找到 島上舉世文明的稀有產物囉 那就是夢幻般的新紗 蛤 新紗 世界獨有的新紗 我會不會演過頭了 不 新紗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長得像星星的紗吧 對啊 妳以為這麼簡單嗎 對啊 我知道 像愛心的 愛心的紗子 怎麼可能啊 有可能啊 你們兩個出外景要做功課好不好 對啊 新紗是什麼東西啊 喂 小鐘 沒做功課的人是你吧 新紗就像瑋瑜說的 像猩猩的紗子 它是山蠔蟲的化石 早期當地人啊 會撿新紗送給心愛的阿娜達 當定情物喔 新紗 新紗 天關你擋喔 我沒有先到 喂 新紗是無價的好嗎 這附近有個酋長秘密沙灘 聽說那裡有很多新紗 只要沿著山蠔岩涉水而過 就能夠抵達喔 抵達 這裡會有新紗嗎 這裡只有看到一些石頭而已 對啊 就是珊瑚蕾 怎麼了 有什麼東西 這個太胖的人夠不去啊 好怎樣 好帥喔 非常帥 讓我們過得去嗎 我看一下 這個真的... 要整個要爬過去耶 連五熊這麼瘦都進不去 我怎麼可能進得去 哇哩咧 這不只太胖的過不去 骨頭夠軟的肯定會卡住啊 辛苦你們啦 為了找到新紗一切都值得啊 妳就過去囉 過去了 好妙喔 有一種 就是一道神秘國度的感覺耶 對... 我跟你講 穿過這裡就50年過後了 在幹嘛啦 你們在笑得出來嗎 真的很窄耶 愛你的天啊 來 要來找新紗不簡單 好漂亮喔 別有洞天耶 這裡 這麼漂亮 這裡很漂亮耶 你一直踩到我好小姐 很多人在這裡剪新紗耶 有啊 哈囉 請問一下新... 新紗長什麼樣子啊 好帥哥 新紗長那是首長啊 來 首長怎麼樣 王嫩就長 他說是首長這樣下去 對 下去 一在圖上再就在 來 下去一拍 一拍 然後上來 我看到了 這個 我看到了 這一個 不要說我在哪裡耶 這裡也有耶 我看到了 星星一樣 我這個很標準 我這一顆 有耶 有星星耶 好多顆喔 有星星耶 好多大 八角星的時候幸運特別好 真的啊 這真的是太神器了 只要手一按下去 就能看得到那麼多的五角星紗 天陵島擁有70%的星紗量 是全瑪莉亞納群島擁有 星紗最多的地方 來到酋長秘密沙灘 除了讓少女星噴發的星紗之外 如同室外桃園的美景 也得好好拍個幾張美照 天陵島除了星紗有名 附近有個世界奇景 更是要親身拜訪 天陵島真的是一個好美的地方 對 而且像我們來到這個地形 很特別 它的石頭都是尖的 對啊 好刺喔 而且我看到世界十大奇景的 其中一景 哪一景 妳有去過那個韭菜溝嗎 沒有 我跟你講 妳看一下這個 這像不像韭菜溝 這是海水的顏色 那個淺的藍色 我跟你講韭菜溝 它是因為是岩石的關係 造成那個顏色 我們這是因為海水的關係 而且妳有沒有覺得 它很像一個天然游泳池對不對 好美喔 你看 好棒喔 這個地方真的好想跳下去游泳 真的是 這裡的浪好大 對啊 這風超大 對啊 這風超大 這根本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快看 我的天啊 天啊 這是什麼 沒看過 你看 太多大了 什麼 上面有個洞 這是什麼 然後把那個海水從底下 噴上來 上噴 噴的大概有三層樓高 這...這也太會噴了吧 世界五大奇景之一的神奇噴洞 就是火山熔岩形成的礁石下 有一些不規則的洞穴 當海浪鋪打過來時 這些洞穴就會像鯨魚一樣 噴出水來 水柱甚至可以高達六七公尺 如實中般的奇景 怎麼可以站在遠端看而已呢 絕對是要靠近 好好來體驗一下囉 中納蘇衝了啦 那邊啦 小心喔 下面應該滿滑的耶 他有什麼抓啊 怎麼會這樣 我不只知道 我全身都在那邊噴出來了 不要噴,我擺腳了 好痛哦 好痛哦 一、二、三、二、三 你來了 太快了吧 一、二、三、二、三 太快了吧 好啊 中大叔真是勇敢 掌聲鼓勵鼓勵 這裡的海域 海水恆溫28度左右 所以在這麼美的 天然海水泳池裡游泳 感覺肯定超讚的啦 關騙了天陵島 讓我們把場景拉回賽班 這邊也有極具知名度的海底蘭洞 因為連通太平洋的波偷洶湧的海水 有相當的危險性 所以蘭洞潛水 一定要有專業徵兆才可以游 不過不會潛水的也別擔心 現在有推出浮潛活動 從洞口走下一百多屆 就可以看到這個奇妙的深藍美景囉 哇 哇 好多人喔 好漂亮 你們趕快來看 妳有沒有看到裡面 哪裡 有耶 妳有沒有看到發出藍光耶 這麼快 好藍喔 真的 這個比看到藍眼淚震撼 你知道嗎 真的 藍眼淚是要經由照相 然後曝光之後才看得到 對 這個是直接用肉影 就看到裡面在發光 妳有沒有看到 太長它有多藍 那裡我們過得去嗎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跳過去 游進去 對 有一個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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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用手握的這個過去 OK 沒有問題 我們跟著你 對 要過去也不簡單 就教練各位 看這個浪 謝謝 謝謝 過癮 好的 我們接下來已經到了這個 藍洞的這個地方了 而且你看它這個海水 很深 但是都是可以見到底 好藍喔 而且它的藍是各種層次 對 對 對 像這樣 對 對 好 天空 天空會從外面 不是 他說因為這個地方再出去的話 它有個洞口 它有個陽光照射進來 所以說那陽光照進來的時候 它那個藍就會顯得非常的藍 這就像那個少年拍的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 有 少年拍有沒有 藍洞啊 是緊鄰太平洋的天然洞穴 外觀看起來就像張開嘴的海豚 內部是一個巨大的中午洞 那是海水侵蝕而成的天然洞穴 在這個洞裡 有兩個天然游泳池 一直通向大海 這個太棒了 這個是我覺得一輩子一定要來游一次 喜歡浮潛 喜歡游泳的人 的夢想 It's the dreams come true OK 我們準備好了 準備 聽說下去要用跳水的方式 這舞雄有點怕 但是如果你怕 旁邊也可以用走的 還是我們三個手牽手一起跳下去 好 好不好 就這樣決定了 這個要先戴上嗎 對 先戴起來 準備了 預備 3 2 1 GO 可以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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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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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2 4 有沒有夢境的感覺 有 好可惜喔 好美 根本要做夢境啊 這感覺真的是很特別 很真氣耶 真的 大自然真的是太奇妙了 怎麼會有這麼美的地方 它就好像用一股魔力 一直吸引大家往前游去 像是貓眼般的海水 超震撼的迷人 看完了塞班島和天明島 這兩個世外桃源 我們稍微往南飛一點 這邊又是另一個 宇宙不同的世界 而且是大家都非常喜歡 來的住駕設地關島 而這位在西太平洋的關島 由美國一天開始的夢幻島嶼之稱 這裡有沙灘 比基尼 水上活動 海鮮美食 免稅商店 購物 百貨街 到底要怎麼玩關島 愛玩客早就幫各位規劃好 照著玩就對了 第一個必打卡景點就是這裡 YA 我們來到關島 而且我們一來到關島 就來這算是一個關島的地標對不對 必被拍照打卡的景點 就是這一面牆 這一次 前面那三個 喔 那日本咩 她裙子在開口這一層 這樣我沒辦法專心主持 一來到關島就是開心 來到這裡一定要來一段 豔遇 我跟你說 要有豔遇 才會有 豔遇 如果我跟你講這一趟玩呢 不簡單了 每人就要配香車 我特地租了一台 香車 大箱型車 跑車 帥氣得不得了 開車還是要帶妳趴趴趴 好不好 好 好好來玩關島 準備好了沒 好 Let's go 上車 GO 野馬跑車耶 它是男人的夢想 女人的渴望 太帥了啦 關島租車不需要換國際駕照 找平台灣有效期限內的 汽車駕照就可以囉 跑車租金一天 美金120塊到130塊左右 不超過台幣5千塊 就能駕馭百萬神居 順著關島的海岸公路奔馳 讚啦 中哥瑋域關島壁東玩樂 一開始就讓妳們滿足溪榮溪 接下來安排的五星級飯店 更是不得了啊 它會在美麗的 渡夢彎南側的最後方 無敵海景 美得不像畫牙 我跟你講 太舒服了 來到關島這個地方 就要住到像這樣子的房間 映入眼簾 它這個空間完全是開放式的 太舒服 你看看 太用心了吧 我把兩字寫什麼字 我們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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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我歡迎 這個重點是用玫瑰花瓣 排出來的耶 好用心喔 所以說看 如果你是真的 是來這邊度蜜月或者幹嘛的話 飯店可能就會很精心的 幫你用玫瑰花瓣這樣排 這個絕對不要把它弄亂 這弄亂就會很用心 對 很用心 好用心 好用心 你想說我拍完照就可以鬧亂了 對不對 怎麼變幼稚 變幼稚 我們再去參觀一下這個 Oh my God 好美喔 我愛關島 好美的 太漂亮了吧 而且我很少看到 就是它算是裡面 裡面有個海岸之外 外面就真的是大海 好美喔 你看 完全都是見底的 而且重點那邊就是有沙灘耶 而且我們站在這裡 海風一直吹 那個海風是完全不會黏的 所以你看這裡的海 你所有的煩惱都忘記 而且你可以在這裡發呆一整天 真的太療癒了啦 全關島只有兩間飯店 可以眺望整個灣景 希爾頓就是其中一間 甚至有些房間 連洗澡都能看美景 太享受了啦 希爾頓飯店是由新舊館 跟紙仙會員進入的 TACIC CLUB 三棟建築物所組成 每個房間看海灣的視野不同 各有特色 中哥瑋瑜不能只待在房間裡發單 肯定要去玩飯店的水上設施 有三個泳池 按摩池跟滑水道 暴震海翻天 玩累了 還可以去Coffee Shop吃下午茶 休息過後就可以往外衝啦 來關島就算是害鴨子 也一定要穿上比基尼玩水 才算來過關島 這次安排中哥瑋瑜 體驗最熱門的水上活動五合一 有浮潛海調刺激的水上摩托車 香蕉船或水上旋轉座椅 其中最特別的 而且需要事前特別預定的 就是它透明獨木舟 大家看一下 這個獨木舟跟我們平常看的不一樣 它真的是透明的喔 你看平常我們看的都是有顏色 所以不用浮潛 也可以看到海底下有什麼生物 我們上船 好晃喔 好晃喔 好清楚喔 Let's go 我們兩個 你可以好好玩 浪很大 我沒浪費 很可怕耶 還要上彩虹樹嗎 沒有 鳳姐那邊很酷耶 你看 對啊 看我的下面 看我的下面 你很神經病耶 我今天真的太像 你看 我好像真的看得到 這下面比較好看 真的是超新奇的體驗耶 各位觀眾不想下水 又想欣賞海底美景 透明獨木舟 絕對是不二之選啦 接下來該去跟可愛的 Nemo 多莉家族打招呼囉 這什麼 派大星 一下就看到派大星一隻好可愛喔 你看看 又來了... 一直有驚喜耶 這啥 好可愛喔 好像龍鼠喔 河豚 好可愛喔 我們還沒開始潛就看到龍哥的東西 我從來都沒有摸過河豚耶 很可愛喔 下面還沒下水就看到 這麼可愛的海底生物 橡皮底下一定不得了啦 快快下水吧 關島的海底生態最豐富 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唷 有超過400種珊瑚 700種以上的魚類 更有陡峭的焦寶岩 跟沉船殘骸 難怪會成為浮潛 跟潛水者的天堂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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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無敵漂亮 好漂亮 一下來就看到一大片的那個珊瑚 好美喔 我們現在回來了 第一個我覺得水的能見度非常高 非常清澈 不會說有的潛點的話 它的那個顏色會霧霧的 底下都是珊瑚礁 而且五顏六色很多 然後看到很多不同的魚種 重點是我們拿那個熱狗 為牠們就瞬間全部聚集過來 我覺得真的是太棒了 你不覺得看了這種海底 那種安靜的世界 心情很好 心情很好 一點煩惱都沒有 我怎麼覺得我在拉 拉腳Baby還拉什麼 其實我是河豚 中哥 你這隻河豚不要再游走了 各位觀眾 如果覺得浮潛看魚不過癮 觸海五合一的行程 甚至可以安排專業潛水者去傳錢 更深的海底世界 就像美麗的後花園更加繽紛 碎上活動結束之後 肯定要來大課美食補充體力啦 我跟你講蝦是我們兩個的最愛 可是我覺得這個地方蝦的料理很特別 跟我們台灣的料理的方式都不大一樣 這裡的方式它結合很多 有泰式的 然後也有點像法式的感覺 這個有點像泰式的蝦子 有點像中央貢的湯頭 對 新客家的湯頭 怎麼樣 它比較像是羅宋湯的感覺 好好吃喔 很濃 這個蝦湯是每天熬製了10個小時 裡面有很多他們獨特的新香料 新香料 它裡面結合了一些義大利麵 然後這義大利麵很好聽的名字 叫做天使的頭髮 可以上餐看喔 它這蝦真的好濕濕 Amanda有做功課喔 知道中哥鮪魚愛吃蝦 店了滿桌的蝦料理 這家店的美食融合了加州 墨西哥路易斯安娜等 美國東南方風味的蝦餐點 除了招牌蝦湯之外 更有清爽前菜蝦蝦杯海鮮濃湯 不過中哥鮪魚這家蝦料理 只是給你們開開胃而已啦 真正好吃由意想不到的關島美食 就在今晚美洲山縣令才有的 Tamora夜市裡頭喔 好大喔 哈囉 朋友 給我吃蝦 這是什麼 大利麵 超大 好吃嗎 歡迎蝦 非常好吃 看一下...走... 一般台灣都是香蜜汁小雞腿 小雞腿 這個大耳熙一百倍大了吧 超級大耶 幾乎人手一隻耶 這裡 真的耶 我們要一隻 一隻 這隻是多少錢 15塊美金 15塊美金 對 這和台幣差不多450塊 不是450塊 我的天啊 這已經比我的臉還大了 這有沒有像那個石頭家族 那個卡通裡面 這卡通的那個 它要拿一個肉這樣子 這一隻基本上可以五六個人來分享 對 而且你看它的顏色其實烤得 有什麼樣的漂亮 然後金黃色 然後還有那個油脂這樣子 給我吃 怎麼樣怎麼樣 好香喔 好好吃喔 它有煎 煎熙跟炭烤的香氣 最主要它的肉 是很有Q勁的 它外面那一層煎熙的香氣很濃 就是... 真的好好吃喔 它真的是煎熙的 而且燻得很久 所以它外面那一層的 燻的香氣很重很濃 我跟你講 逛這個關島的夜市 賣 就吃這個雞腿 一定要買 沒錯... 來關島長目落夜市 就是要大口吃肉啦 這夜市跟台灣很像 主要是賣小吃 跟當地手工藝品 想買特色紀念品 只要慢慢看都找得到 價格也還算公道喔 小吃種類很多 而且真正道地 有關島最經典的BBQ烤肉 長目落點心 美食飲品等等 阿妹達說 要帶中哥鮪魚去吃一道 特別的關島特產美食 狗狗了嗎 狗狗了 狗狗了 來 我帶你去喝 關島的椰子汁 對 椰子汁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關島的椰子 跟其他國家不一樣喔 我們過去看看好不好 好 走 目前看起來是滿正常的 一般看起來 就是一般的椰子汁 一般的椰子 對啊 那倒不太好 來 嘗嘗看 什麼 好甜喔 那就這樣子啦 這沒有特別啊 我們看到的椰子 真正珍貴的秘密 在這邊 來 看看一下 來 好 來 這個目前就是 一般就是會把椰子 挖出來嘛對不對 我們一般也是這樣子啊 只是我們自己拿湯匙 來 什麼 鹹的 為什麼 鹽肉加芥末 好吃 真的嗎 這個東西太特別了啦 你看 椰子加一些蜂蜜 加一些什麼其他東西 加巧克力糖香 或者冰淇淋還可以接受 它加了醬油 然後再加上芥末 醬能吃會不會拉肚子啊 好醬油耶 很嫩對吧 很嫩對吧 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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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好像蛙子生一片喔 我可以抗拒耶 因為椰子耶 你吃看看 加醬油 醬油 我們現在在哪裡 這東西 我們現在在椰子攤前面嗎 這東西太詭異 這東西太詭異了 太天才了吧 竟然創造出 椰子Sashimi的吃法 太符合亞洲人 跟日本觀光客的需要 實在是讓人大開眼界 這一攤怎麼人多到翻掉咧 到底是在排什麼好料啊 趕快先請工作人員 去排隊卡位吧 你看一下 它這個POP BABQ 關島這個地方 他們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烤肉 美式的東西 對 這麼多人來排隊 這麼有人氣 我相信這一家烤的 已經是特別特別好吃 而且我發現這一排隊裡面 很多真的就是美國人 老外很喜歡吃BBQ 可是喜歡吃烤肉 對 夜市內的烤肉攤 就有三四家 這家烤肉攤的種類 多達十種以上 雞肉串 烤蝦串 豬肉串 更有炸香蕉等等 價錢從一塊美金 到三塊美金 以關島物價來說 相當便宜 而且有兩種購買選擇 可以單買烤肉串 或是購買CP值超高的 美金十塊錢的合餐 可以吃到四種烤肉串 跟關島特有紅蜜飯 吃飽之後 可以到夜市廣場 現場有Live Band 彈奏海島音樂跟流行音樂 跟著關島人一起跳舞吧 是不是覺得來關島度假 好放鬆記載啦 各位觀眾 周三限定的茶木落夜市 肯定是要排定行程中 因為太好吃太好玩了 體驗過美式的度假行程 想換另外一種嗎 沒問題讓我們往西走 這次帶大家去看看 從未在台灣電視媒體上曝光過 素有泰國的馬爾蒂夫之稱 利貝島 看看這邊沾藍的海水 天啊 世界上怎麼可能會有這種地方呢 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接下來真的要尖叫了 因為我們心中期待的 有泰國馬爾蒂夫之稱的利貝島 我們現在就要過去了 而且我們是台灣第一個媒體 去採訪這個利貝島 因為這個利貝島呢 說真的啦 你從台灣到這個地方去的話呢 真的需要一些路程 是 海陸空都要到 坐飛機啊 坐車啊 坐船啊 當然 但是我跟你講 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對 因為我們是第一人 如果這個美景帶給大家 大家看了我跟你講 再遠你都要來啦 真的 歐美人士啊都 非常喜歡這個道路 去之路 那到底會有多漂亮呢 好不好 隔著我們走 期待一下 現在準備尖叫吧 我們要前進泰國馬爾蒂夫 利貝島啦 利貝島是泰南邊境沙敦府的 邊境小小島 距離馬來西亞的蘭卡威 只需要90分鐘的航程 是泰國海島當中 交通較為不便的一個 需要舟車勞對一番 才能抵達 從河岸市開車 大約90分鐘的車程 就能抵達碼頭囉 接下來... 讓我們直奔天堂祕境 利貝島 到了... 這個船還在動 它有點癒癒 我們剛剛坐過來 大概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一進來 看到這隻整個都是白沙 而且注意到這裡的海水 顏色非常非常的藍 而且很多種顏色 乾淨喔 好乾淨喔 好漂亮喔 這裡因為很原始 所以你看 我覺得如果你想受寧靜 不要那麼多人打腳的話 我覺得這裡很適合很棒 而且很少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台灣人 頂多馬來西亞人 我們一定要一探究竟 傳說中泰國的馬爾蒂夫 太漂亮了 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了 利貝 踩人了 歷經當地飛機90分鐘 加上小巴90分鐘 再加上船程90分鐘 終於踏上了傳說中的利貝島啦 細軟的白沙 清澈透明 又不有層次的海水美景 實在是美得太犯規了啦 利貝島要怎麼玩呢 就照著三大沙灘 跟一條步行街玩就對了 首先就從遊客下船處的 帕帕亞沙灘開始 這個沙灘也是最多飯店 resort的沙灘喔 來到海邊度假 最主要的一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要玩水啊 在沙灘上面散步啊 然後看著夕陽西下啊 對 那如果海邊離你住的地方 非常非常近 只要十步路的話 是不是非常幸福 你說什麼 只要十步路 不是十分鐘嗎 十步路 對 我們今天要住的地方 是最棒的 就是你早上 只要把這個門打開 是那個窗戶一拉開 或者門一打開 你只要十幾步路 就可以直接跳到海裡面去 放不放 放 就在我們的前方 來 算一下 我們算給你看 好 一步 一步 兩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六步 七步就到了耶 等一下 不要啦 你看看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住的地方 這裡四步 就已經到這個躺椅這裡了 最棒的是你知道嗎 來這地方放空了聽海的聲音 我們進來看一下 一進來我覺得 泰國的這個Villa 或者它法廳有一個特色 就一進來 就跟我們那樣的香氣 一到這個地方 就好想在海邊做一場食報 你有沒有看到 那味道就等一下 對不對 很像 你看好可愛 大象 大象是泰國的什麼 吉祥物 非常可愛 非常可愛對不對 我覺得大象好可愛 你看 你只要起床 門窗打開來 你正對前方 就是美麗的海灘 你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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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渡假旅客入住的啦 大約有29間設計簡約的客房 跟海景房 還有泳池 可以讓你初次抵達的遊客 放鬆一下 立北島最美長尾白沙灘 就是這個啦 我們一開始看到的也是這一個 對 你看這個海的顏色 你看這個沙的顏色 再加上夕陽的顏色 對 我覺得 太棒了 我們坐渡渡車過去好 快 嗨 Tessy 哈囉 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來自台灣 我有一個問題 你問你 你知道海灘嗎 我們想看到海灘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 近來嗎 多久 10分鐘 現在我們去這裡 走得這麼快 你也可以 島上最神力的交通 就是坐嘟嘟車啦 供訂價每人一趟 50塊泰銖 可以坐3到4人喔 根據嘟嘟問獎的提示 這個最美長尾白沙灘 就在日落沙灘 隨著潮氣漲退潮 長尾白沙灘就會洩露出來 而且在每年11月到4月乾淨 野生旺季 是最美的時候 絕美長尾白沙灘 搭配日落余晖 每到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景色 不知道鐘跟文魚可以看到嗎 來到沙灘呢 心情很興奮 可惜呢 今天的雲層厚了一點 所以我們的那個夕陽啊 就會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可是還是看到漁運 對 因為這裡的沙灘有個特色 就面對的東西都不一樣 像這片沙灘 面對就是一片森林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你可以欣賞到森林 也可以欣賞到這落日 還有美麗的沙灘 雖然雲層厚了點 卻有另外一種綠綠雲彩 夕陽與灰獨特的風情 讓鐘哥鮪魚看得如痴如醉 久久不能忘懷 美呆啦 第一天晚上就享受 精緻的蜜月套餐之後 你以為早要早就要睡覺了嗎 No... 立貝島也有夜市 可以讓你海帆整天喔 是不是很酷呢 這一期待在夜市時間 來到立貝啊 你不要以為說來到這個島很無聊 是 這裡很多好吃 很多好玩 很多好買 你看它有一整條的步行街 剛才我們在等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偷偷買了一下 逛了一下 他買了這邊 I love 立貝 立貝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有了任務 任務啊 我們要在這條街上 找出三個異國料理 三個異國料理 三個普通國家的異國料理 可是剛才一路走關於 剛才有一個很娘的說 來 趕來 吃披薩 一百塊 好吃啊 在那個地方 我就知道一個披薩 好不好 那我們就沿路走 步行街 是從帕塔亞沙灘延伸到日出沙灘 將近由一公里長 主要是潛水店 跳島一日遊的旅行社紀念品店 餐廳酒吧跟按摩店 又傍晚開業到晚上11點 還有兩間7-11便利店 ATM跟診所 所有想買的 想吃的 想花的 這裡統統有 我覺得這關的任務 根本是主持人的自肥行程嘛 你好 比賽一百一百 好吃好吃 來了就這家 聽到這個聲音 我們就來找你啦 披薩 你不要小看這個披薩喔 看不小心 很多口味之外呢 你看它的爐子 它是真的是烤那個 它是真的是用龍眼木在那邊烤的 你看到沒有 而且最棒是你叫的時候 它再進去幫你熱一下 你看這個厲害了 只要一百 哪個口味最多人吃哪個口味 哪個口味 哪個最有名的 哪個是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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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威夷 這裡是蘑菇 蘑菇 蘑菇 你要哪一個 我要夏威夷的 因為好不好吃 就是要吃它的最經典的清點款 好 我的一個 它是屬於薄披薩 我可以來看 來到這地方 你看聽到中文特別特別的親切 好吃嗎 好吃耶 好好吃耶 好吃… 好好吃 好 我們再去找吉他家 走 好 謝謝… 這間義式披薩店 真材實料 好不馬虎喔 用龍眼目燒烤出來的 義式薄片披薩 料多又好吃 口味有七八重 每份一百泰銖 最適合想省錢的背包客 大發一餐啦 中文維又要帶我們品嘗上 第二個異國料理 要是什麼呢 Come on 來到這個地方就要放鬆 這裡也有夜生活那個感覺 而且我看到 這個音樂就很棒 這一家吧很有很有味道 它是一種Fusion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我們進去點一杯飲料 吃錯了 飲料也算對啊 我們點個Hannigan Hannigan來自哪裡 對 荷蘭嘛 是嗎 對啊 我不知道 對啊 那也是算是國外的啊 Mojito可以吧 讓我們放鬆一下嘛 152 而且這家店 我就是覺得目前來講 在利貝島是很有特色的 你知道嗎 而且它裡面還在藍骨頭 跟人那個沙子 都覺得天啊 好棒喔 我們過去看看 謝謝 你看 老外就坐在這裡喝啤酒 是 你看 這個是沙喔 酒 酒 好有感覺喔 好像真的要來錄下了 好啦 好啦 你們想要喝一杯就直說嘛 製作單位也是有人性的 就讓你們好好放鬆一下吧 你們還真會選 這間24小時營業的吧 是立貝島步行間中 能切No.1的酒吧 白天散步時 還會舉辦音樂狂慌Party 超讚的 晚上氣氛 可是讓人沉醉一整晚 來 泰國一定要喝麥茶 來 好好喝喔 這個蒙伊豆很可以耶 我真的很優耶 我這裡的調酒好好喝喔 好貴 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街走一走 可以被調酒放鬆一下 然後享受一下這個夜晚的寧靜 我的是Mojito 它的Mojito檸檬香氣比較重 好喝耶 而且它應該加了一點鹽巴在裡面 它的Mojito很泰式 對 它的檸檬加了很多 好喝 Check it 美酒燭光 陪上迷幻音樂 你看鐘哥鮪魚一坐下 就不想起來了啦 其實在這裡坐著放空 爽妹看小鮮肉 也是一大享受耶 不過兩位還少一樣一國美食喔 還是移動屁股繼續完成任務吧 我們這樣一路走...走過來 又走到海邊這邊 感覺海邊這個感覺又特別的不一樣 而且它海邊這邊 還是也是有一長條的那個店家 對 而且我們現在有一個 哪裡抉擇 我們看到一個The Steakhouse 就是賣牛排的美式的 另外一個是日式的 不然我覺得有一個 有一個人穿的很日式的 我們就過去那一家好不好 去那邊看看 對 走 哎唷 好日式喔 謝謝 你好 你好 你來自日本嗎 我來自泰國 那是泰國人啦 但是要穿這個日式和服 可愛 太可愛了 謝謝 我們要吃 對 多少人 多少人 2人 對 請 OK 我們跟著你嗎 對 跟著我 好 跟著你 好可愛喔 太妙了吧 相信看到泰國人穿和服 很難不被吸引過去耶 這家日本料理店 就在帕塔亞沙灘步行街的入口處 所有海鮮的都是當天現撈的 絕對新鮮啦 想吃無我壽司定食嗎 想吃撒西米嗎 這家店統統都有 真的太神奇了 你會以為我們來到日本 因為它做的東西呢 你原本以為可能是 不會那麼道地 但它端上來的時候 這個刺身我看到我有嚇到 也有干貝 也有鮪魚 也有這個章魚 鮪魚 鮪魚 什麼都有 超好吃 一句棒 鮪鮪鮪 嗨嗨嗨嗨 你不要把他灰燈用完 好好吃 好新鮮 你看這個 你看看 這個干貝多新鮮 我真的有嚇到 我真的有意外跟有嚇到 我原本想問這個地方 大概日本料理應該超級無敵貴 差不多整合台幣才500塊 這麼便宜 嚇死我了 真的好吃 滿足 人家啊 這一份滿滿綜合殺新鮮 只要台幣500塊CP值 簡直爆表啦 眾哥瑋瑜從步行街逛到街尾 不僅吃飽喝足 還蝦品瞎到荷包見敵 太過癮了吧 看來今天介紹到如夢似幻海島 大家是不是也有點心動呢 話不多說 夏天就是要去玩誰啦 馬上在群組裡法文舊團 上網找機票住宿 填好價單 準備行李戴好護照 就讓整個夏天 臉書PO滿玩水的照片啦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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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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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